而且他们的年龄全都是不真实的 李铁打死了百分之百 他不可能是1977年 他一定是1975年左右 至于说那7574我就玩了 他们回来以后 像他们从巴西建立宝回来 到了国家队 他们当时进了我们国家队的时候 没有什么位置 因为就是从国外走回来 但是他们是光环 足球要给他们 巴西学成归来 对吧 桑巴足球 李铁基本不会踢球 李铁特别不好的一点 就是很多他们队员 包括建立宝的队员 对他都颇有威慎 因为这个孙子 他的年龄可能改得多 又所谓的朱广乎 让他当了队长 这批他欺负人 打热了 他到了国家队 到了我们这 那跟孙子一样 他一定是都在趴着 他们国家队一开始 是两个人一屋的时候 我在选个不抽烟的 因为很多人抽烟 我不能跟他们抽烟的 但是我知道 像他呀金行 他就跟我住过两回 到97年 我们再打热 到后期的都是一人一屋 那么呢 我睡觉有个安稳的环境 我就把李铁弄过来一屋 他就属于这种 比较谨慎 不怎么讲话 也没有什么自己的 所谓的这种性 他跟着混 因为他不行了 踢的不行了 他就会跑啊 他满场的马拉松一弄圆 他就属于这种 中场把球 这个这个抢了 完了又给别人了 完了再去抢 就是这种 他人生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97年 我们的石墙赛金州 满场换李铁的时候 把他就换下了 中国的教练员 有一点也是特别不好的 就是一点点这种概念的 就是你不能人云亦云 你说球迷喊坏谁 你就换谁吗 你包括齐武生 徐文宝 这些中国教练 全都是这样 看来让喊坏 那么谁 他就怎么换 这样的 换李铁 这个提武生就换 你想当时李铁 按正式年龄的话 差不多才刚刚二十岁 在国安队的 万众瞩目的石墙赛当中 就被他第一次 踢上国安队的主力 穿着国安队衣服上场 满场换 换李铁 就把他换上了 在这时候 对他的内心 对他的人的打击太大了 但是呢 他们这种孩子 就是阴暗 阴险阴暗 所有的东西 他不表达出来 就把他换上了